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88集《永恒之眼》 永恒先于苍穹之上 星空之下 随着通天道人在那几乎必死的局面中略微逆转了乾坤 此刻的他头发飞扬 一身长袍无风自动 伸开的双手赫然拖着末日腰裕 远远一看 他整个人气势滔天 一时好似具备了无上之力 只是他的危机并没有完全化解 此刻的通天道人 依旧还是被困在那长河之内 他的四周还有一面巨大的棋盘 还有一艘舟船 更有一座道员山与主宰之首 在那道河内祈福 只是无论是宋缺还是圣皇 此刻都神魂不稳 尤其是宋缺 方才勉强操控两尊太古奴到来 此刻神魂如同被撕裂一般 他有心再次去强行操控 可神魂明显支撑不住 无奈之下他只能让小麒麟去操控 虽在威力上 不如他去施展 可也没有其他选择 在向着手中宝扇内的小麒麟 散出一丝神眼后 宋缺剧烈的喘息中 立刻盘息坐下 闭目疗伤 我需要三十戏的时间 宋缺闭目前 看了圣皇一眼 一旁的圣皇也察觉宋缺的不妙 立刻临近 为其护发 就在宋缺闭目 稳定神魂的同时 被困在长河内的通天道人 此刻扬天以后 其声音超越天雷 轰鸣八方的一瞬 他竟直接推着双手外 散发恐怖波动的摩日与腰月 直奔长河而去 看其样子 似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冲出这绝杀之局 而他手中的摩日与腰月 此刻更为璀璨 随着他的身影而动 仿佛这一刻的通天道人 化作了一道离闲之劫 刹那节就靠近长河 通天道人心知肚明 自己的时间不多 一旦宋缺恢复过来 怕是自己就危险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冲杀出去 如此才可彻底逆转这一战 给我破 通天道人目光一闪 猛的咆哮一声 可就在他双手的摩日腰月 光芒爆闪 威力全部爆发 似要将长河昏开的刹那 突然的宋缺宝扇内的小气铃 传出一声尖叫 短时在这绝杀之局内的棋盘 刹那模糊 清洗时 竟似穿梭虚无一般 出现在通天道人的前方 爆发出了无锦之毛 那是361道太古之光 此刻在爆发的一术 更是从那棋盘上飞出了361枚棋子 这些棋子任何一枚 竟都散发出堪比太古大圆满之力 虽不如半部主宰的通天道人 可他们的数量太多 此刻又同时发力 威力之大 就算是通天道人也都双目一缩 轰鸣中 361道太古之光 与同样数量的黑白棋子 就直接与通天道人的末日妖玉 碰触到了一起 轰隆隆的巨像 刹那间就滔天爆发 形成了剧烈的波纹 在这星空与永恒鲜语之间 不断的扩散开来 强悍如末日妖玉 也都直接崩溃碎裂 一旦他们彻底碎开前 通天道人没有其他的手段 就代表他之前换来的逆转之机 就要消失 寂灭之口 可就在那末日妖玉 有碎裂的瞬间 通天道人眼睛赤红 猛的一拍额头 喷出大量鲜血时 他双手掐局 再次一挥 顿时好似时间永恒一般 那末日妖玉的崩溃 居然停顿下来 好似被固定似的 更是在他们的下方 虚无内凭空的出现了一个漩涡 这漩涡比末日妖玉还要庞大不少 此刻随着出现 其内漆黑一片 散发出阵阵死亡与寂灭之意 更是在出现的一瞬 整个永恒仙雨原本还有光芒 可在这一瞬 静猛的暗淡下来 好似所有的光 随着那一个漩涡的出现 都被其吸走了一般 圆圆一看 这个漩涡就好似一张巨大的吞天之口 此刻随着降临 棋盘飞出的那些棋子 也都无法承受 直接就被吞噬过去 甚至就连那张棋盘也都震颤中 在通天道人的一声嘶吼下 直接就轰然崩溃 四分无力 一时之节 通天道人好似至尊 此刻虽气息衰弱不少 可他四周形成的摩日腰狱 以及吞天之口 竟没有消散 依旧散发出恐怖波动 在通天道人的挥舞下 将他笼罩在内 又一次冲向道河 宝扇内的小麒麟 在看到棋盘被毁后 也都红了眼 发出一声尖锐之音 双手掐举 神念之力全面爆发 他无法去撼动道河 但却能撼动那艘舟船 瞬间 这艘在道河内漂浮的舟船 就猛地散发出惊天的一芒 远远看去 好似化作了一把飞戒 轰鸣中 就从这道河内呼啸而出 掀起一道 哪怕永恒仙语众人 也都能清晰看到的银色流星般的长虎 只本通天道人 并非如飞剑一般杀去 而是 在飞出的过程中 从这飞剑般的银色舟船上 传来了咔咔之声 更有一股自爆之力 从其内不可逆转的 惊天爆出 显然是小麒麟明白 自己最大的神孽 也只是能操控着舟船 可想要去阻挡通天道人 凭着舟船还是有些勉强 但若是不惜代价 以舟船自爆换来一次性的力量 哪怕不能轰杀通天道人 可能够去阻挡 甚至拖延个数十席 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而此刻 距离宋缺疗伤神魂的结束时间 只有十席 对于寻常修士来说 十席不长 而对于通天道人 与宋缺而言 十席的时间 可以做太多事情 更是可以改变一场 生死杀局 你 没有机会了 通天低吼 双手掐绝肿 竟在他的四周 在那末日妖狱 以及吞天之口的四周 扭曲虚无 直接就出现了人脸的轮廓 这轮廓的出现 多日时就以那末日妖狱为双眼 以吞天漩涡为大口 惊天动地的同时 散发出滔天气焰 轰鸣中 直接就与那自爆中的舟船飞解 碰触到了一起 轰轰只声震耳欲聋 不断地回荡下 舟船飞解本身之力 再加上自爆的彻底释放 虽让通天道人鲜血狂喷 可竟无法撼动那人脸的轮廓 更是无法阻挡 这人脸轮廓卷着通天道人的身影 好似脆库拉朽一般 直接就穿透了崩溃中的舟船飞解 在那无数舟船碎片的道卷中 人脸轮廓直奔道河而去 速度之快 根本就来不及阻止 而小七灵也无力去操控道河 轰鸣中 那人脸轮廓就直接撞在了道河上 这磅礴的道河也都被猛的拉扯极长 好似凸起一般 远远看去 那水流好似成为了皮肤 使得这凸起的部位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正是那人脸轮廓 此刻随着凸起 使得其原本模糊的样子 也变得清晰了不少 使得永恒仙语的众人 在看到后 立刻就认了出来 天外之敌 巨人主宰 那从河道内凸起的面孔 正是逆凡的模样 此刻眼看到河内水流急速运转 可却明显的越来越稀少 就在通天道人 似要彻底冲出 甚至他目中都露出狂喜的瞬间 一声钟鸣 赫然从永恒大地的地底深处 悠悠地传来 随着钟声回荡 一股来自永恒之母的浩瀚之意 直接就在永恒仙域上爆发出来 尤其是圣皇 此刻他忽然全身遗产 竟有璀璨之芒 从其体内不断地散出 他眉心上永恒之母的印记 此刻好似盛开 露出的不是果实 而是一只四正慢慢睁开的眼睛 永恒之母竟主动苏醒 他没有将这一次的苏醒 用在对抗逆凡那里 而是在这一刻 送出自己最后的力量 来阻止通天道人 来保护白小淳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